大家好,這裏是軍事熱點節目 多名日本政府相關人士透露 日本將研發最大射程約2,000公里的新型反艦導彈 可以有效阻止對手攻擊 另有日本政府消息人士透露 中共目前對於尖角豬島或者叫釣魚台 附近海域出現的日本漁船採取更強硬態度 2020年12月29日據《產經新聞》報道 日本防衛裝備艇新型反艦導彈研發計劃 被稱為日本的國產戰斧導彈 這種遠程導彈可以加強日本自衛隊的威懾力 這個計劃在2018年開始 2022年完成原型測試 日本新型反艦導彈最大射程約2,000公里 具有引申功能,可降低被敵方攔截的機會 這種新型導彈可以在陸地、海上或空中發射 報導說在12月18日舉行的內閣會議上 通過了12式陸機反艦導彈增程方案 射程將增加至1,500公里 2017年日本政府已決定在F-35戰機上 搭載挪威KDA公司開發的空對地聯合打擊導彈 射程約500公里 在F-15戰機上搭載美國洛克希德馬丁公司 製造的長程巡航導彈、聯合空對地距外導彈 以及遠程反艦導彈射程均為900公里 新型反艦導彈和增程型12式陸機反艦導彈 都比上述機載空射導彈射程更遠 與射程1,600公里的美國戰斧巡航導彈相當 日本政府表示,遠程導彈可以保護自衛隊員安全 並有效阻止對手攻擊,可以應對突發事件 將主要用於島嶼防衛 如果上述遠程導彈部署在日本西南群島 這樣平壤,北京都將在它射程之內 2020年8月以來,中共海警局艦船 對在釣魚台附近海域的日本漁船強硬態度升級 日方已經對此加強了警戒 日本政府消息人士透露,中國海警局艦船近期 對所有駛入尖角周邊領海的日本漁船 都採取美循的方式駛入日本領海 去年10月15日,日本漁船橫穿領海時 中共海警局的艦船也追著進入領海 發生上述情況時,日本海上保安廳的巡邏船 都確保漁船的安全 去年11月25日,日本首相菅義偉在首相官邸 與中共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的會談中 王毅強硬稱釣魚台是中國領土 又強調外國不應插咀香港事務 菅義偉明確回應,尖角諸島是日本固有領土 日本對香港局勢也十分關注 日本政府已經在12月內閣會議上決定 將會無限期延後有關敵基地攻擊能力的討論 有日媒報導,日本政府此舉表明 日方不求戰,但面對中共挑釁也有能力應戰自保 我之前懷孕了,我們要開始拍攝了 我們大家會看到中國推行後 新鮮的商品 我們下次第一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